嗨 各位晚安 欢迎各位来到魏老师五分钟教你学懂一个生活财务决策的第二集 那今天要讲的主题以各位已经看到标题的 哪个小学生聪明 毛利利原来这么简单 由岁岁链讲堂提供 主讲人 卫习人 会计师 来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的背景 简单故事背景 背景说明小亥是弟弟 我是小浩 小柔是姐姐 我是小柔 两人住在一个美丽的乡村 是个世外桃源 距离最近的超商走路都要15分钟 那一趟15分钟来回都半个小时以上 他们要喝养肉多多是非常猎人的 所以小浩就认为就跟小柔姐说 他想存下鸭所以去买20瓶 那他买的20瓶是100ml的 所以每瓶8块 所以他总共付出160元 他想要卖给小朋友 那再来的话 小浩弟竟然已经买了小柔姐 他也拿出自己压岁钱 因为姐姐存了比较多年 所以他买了20瓶 但是是170ml的 那这一瓶的话12块 刚刚是8块 现在是12块 所以支付的20瓶乘以12块 240元 也是要卖给 因为交通距离合不到养肉多的小朋友 那这个小浩弟跟小柔姐说他要一瓶卖12元 小柔姐想了半天以后也决定说 你赚4块钱 那我也赚4块钱就好 所以他12块里面再加4块也是赚4块钱 所以两个人都赚4块钱 那这样一个情形 这个就是这个养肉多 这个是170ml的 那我们把它编成这样一个方式的报表来看的话 会比较容易看 你看一下小柔姐他的买价是12块买20瓶 卖的时候16块乘以20瓶 同意他总共的价差赚4块钱是20瓶赚80 那小浩弟也是一样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买8块的时候20瓶 那他卖12块所以他也是赚4块20瓶 结果他们两个竟然都是赚80块 那请问一下小柔姐聪明还是小浩弟聪明 还是两人竟然都赚20块没有差别 所以一样聪明呢 小朋友各位你想想看谁聪明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如果我们刚刚把他的买价跟卖价 把它编成我们所谓的财务报表 那小柔就是小柔公司 小浩弟就是小浩公司 那我们刚刚的一个卖价就是收入 我们的买价就是成本 所以16块乘以20这个叫做收入 那12块乘以20这个叫成本 他两个的价差就是我卖一瓶赚多少钱的价差 就是4块钱 因为20瓶所以赚了这个80 那小浩弟也是一样 也是赚4块也20也就是80 可是看起来都是80 好像感觉起来两个都一样聪明 其实不然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所谓的毛利率 这个毛利率就出现了 毛利怎么算把80到除以320 就是毛利除以收入 结果他25% 小浩公司的话 他就是把80除上240 结果这里33% 那各位发现了吗 毛利高的才聪明 所以这个时候小浩弟弟他比姐姐还聪明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各位来看一下 毛利率就是消货毛利除以消货收入 一瓶赚几元除以一瓶卖几元 如果我们卖了瓶 我们付出的一个 然后能够得到的效果更好 那这样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效率会比较高 比如说这个的目的就是测试 100元的付出可以获得多少的利益 或者你把它再缩减点 我们测试一块钱的付出 可以获得多少利益 你想想看哦 小浩姐付100元 可是只有拿到20元的利益 小浩弟竟然付100元 就可以赚到33元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小浩弟 当然比小浩姐还要聪明啊 那我们如果在另外一个方式来测试 如果小浩姐将原来的240元 去买小平的8元 那他总共可以买30平 那他一样跟小浩弟一样都是 加4块卖12元 结果他30平乘上4块 他可以赚120元 就不是原来的80 那这个时候小浩姐 大过小浩弟的80元 所以这样小浩姐就比较聪明了吗 答案当然不是 不对又错了 为什么 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小浩还是小浩公司 虽然他付出360 小浩弟是240 可是他们两个加总起来 虽然他的绝对金额 毛利他赚的比较多 可是小浩公司的 虽然是80 赚的比较多 比较少一点 但是他们通通一样的是 他的毛利率 所以虽然小浩姐赚了120 小浩弟多了40 但是小浩姐也付出240元的 240元的代价 他付出金额比较多 也多了80 所以两人这个时候 才会一样聪明 原来毛利率相当 就代表了这样的一个 所赚到的一个 所以非常简单的毛利率 就是要告诉你 我付出的一个 多少的一个代价 我卖出去以后 我可以得到多少赚几元 这个叫做毛利率 所以各位已经知道 什么叫做毛利率了吧 好 那今天非常简单 用5分钟就可以跟各位 讲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叫小柔跟小浩弟 我们把它叫出来以后 生活大小是 为老师5分钟 就教你一个懂的财务决策 所以帮我按订阅 然后如果有兴趣 开个小铃铛 今天我们跟各位 大概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